其实那个构图就是你知道它的存在 然后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工具 但是很多人就被那个限制住了 可是你真正在场拍好照片的话 你得有审美 然后你不能被工具限制住 所以说为什么就是有老法师的那些汤水瓶 是的 得有自己的一些助长 可以啊 脸有点黑 还可以 好 对 我今天是因为就是我我之前就在那个就是IHR上是吧 看了你的那个视频 要不要喝东西 哪个视频 没事没事 就是那个增长野路子啊 我回去以后又简单看了一下 他们那个增长野路子Pro版的那个卡通笔记 对对对 然后我其实主要是两个好奇的地方吧 再加上那个之前你讲的那些东西 就第一你的这些野路子背后你的这个人生经历啊 或者说另外一个是你自己也说了嘛高中毕业 然后没有文科学历是吧 嗯 然后来 是的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就就就虽然互联网是一个很开放的这种啊 这种环境观 但是这种经历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少啊 有些是做到这么高是吧 不太多 对 所以说就是这段人生经历就很很好奇 嗯 而且我是觉得就是 嗯 我倒不是说要去搞一个立志的鸡汤说你没有学历什么也可以啊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学历做到了这些呢 说明在有一些方面肯定是特别强啊 嗯 然后呃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多西法啊 对 再就是你那天讲的那些东西啊 很多东西 就是我们有一个 我觉得如果我们有一个透明版给更多的人看到 应该也能帮到很多人 好的 好的 我理解啊 嗯 就是其实是三个题目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选两个或者说你看怎么组合 嗯 就是增长 嗯 到这个你对增长的理解 一个是你对管理的理解 再就是你的人生经验 嗯 嗯 嗯 我我我尝试用一个时间线去叙述啊 但是你觉得我们是两个视频好 还是一个视频好 嗯 都行 我觉得都行 对 就我尝试用一个时间线去去去完整的一个一个一个逻辑 然后呢 这个时间线其实应该是就是你刚才提到了 就是啊 嗯 就是和大多数人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呢 就是我我希望把这个时间线可能要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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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换到我的这个学生时代 好 切换到我的幼年 我先接电话不知道是谁 喂 我尝试用时间线去表达一下 首先我认为就 可以看这个镜头一下 都行 或者看镜头 看你我觉得自然一点 看这个就觉得 这儿放一妹子就特别好 这儿做一妹子就特别好 首先我觉得就是说 我的原型家庭和我的经历 和大多数的普通人是很像的 但是成长的过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一样一点 我也绝对不推荐说 你为了做点 比如说你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为了自己的所谓的什么梦想 理想 然后去放弃学业 就能成功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能走到今天 其实是很多大量的巧合 我觉得 对这个是所有的我们看到的 就是在 尤其这个年纪吧 八八年 八八年五月吧 比我大一点 我觉得 对就是做到这个位置 其实不管过往是什么经历 最后都是一个信息者偏差 就是可能很多人水平差不多 但是他没有经历这些机会 一方面他没有得到那个成绩 一方面他没有这些机会 带来的成长 所以说就没有办法 这么快的应该是做到这个 所以要么就是有贵人 要么就有好时机 是吧 但所以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多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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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这个过去的一段时间就是能不能抓住啊 其实那些机会都在 就是你能不能找到他 你能不能抓住他 你能不能借势 这个就是我刚刚想说的那个下段句话 就是真正重要的是 你看能不能看出来机会 是的 是的 然后呢那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一些体会 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到学生年的时代就是 我还记得 我人生中第一台电脑说六年级 父母给我买的六年级 我是二三年级 二三年你比我还早 六年级 当时我我买完电脑以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就是装游戏啊 就是装各种各样游戏 当时反正游戏也很挫 反正就装游戏 对 对 就差不多那种啊 机密飞车什么的那些 然后装完游戏以后呢 你你你你你因为六年级嘛 然后呢就是六年级我去暑假 反正就就一直玩 然后家里呢也也也管不住我 还有各种各样方法去躲避家长的追击 然后玩游戏 然后呢玩到了 那从从最早玩单级然后慢慢不满足嘛 就开始想办法 我还记得最早是modem的那五十六k猫 然后就连连上了网线 然后就开始玩 我我我我那个什么大年初一去我奶奶家过年 然后用猫连着那个连着那个是二十七 结果搞得我奶奶就是整个大年初一没有接到呆呆呆的被你电话 习惯 对对打不定电话来 对对 一打电话就沾线啊 然后呢但是呢就是当连上网络以后突然间发现就世界就不一样的嘛 对吧就是有很多信息啊 然后很多的东西啊 对吧你突然间 那个时候网络审查也不严 是然后呢那那那与此同时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因为游戏这个一个出发点其实伴随我这个早期很很重要 从玩单机买盘到玩网游你要买点卡 其实当时玩石器玩穿机都要买点卡 买那游戏点卡需要钱吧 然后呢家里不给啊 家里没有钱 就反正就是你每天也不能好好好好学习家里不给钱就家里不给钱不给钱那那那那那自己的想办法去去赚吧对吧 那虽然当时年龄比较小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就每天反正在网上嘛 然后呢也玩游戏嘛 然后呢那与此同时呢我记得有个时间巧合点呢是啊 这个应该是在2006年的时候还是05年的时候淘宝淘宝上线了好像是06年淘宝上线了 应该没那么晚 应该没那么晚 因为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在上高中05年的时候买鞋子就已经从头发上买了 呃 没有没有没有 咱俩如果都是88年的话应该是03年的时候是 是是是基本上是上初一 我是04 07去上高中的 04 07你上高中 对 那应该02年02年 那我回去时间点应该02年 反正我记得是我大概是在初二的时候 啊 初二的时候淘宝淘宝开始就开始有这么一个东西了 然后当时呃 对 跟eBay打嘛 然后当时有玩互联网的人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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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反正就知道他能买东西 然后但当时呢其实物流啊什么的我还是记得就是都邮局给你给你发东西 然后你去邮局去取的那种模式 然后当时呢 嗯 嗯 因为我们就有很多的就我家旁边有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 嗯 然后呢这个小商品批发市场啊 那个因为我我们幼年时候应该都喜欢 北京人啊 啊 然后有小商品批发市场啊 然后我们幼年时候都应该喜欢听随身听音乐 然后呢就各种买耳机嘛 就是各种研究那些耳机啊随身听什么的 嗯 然后呢 买过索尼的那个就是叠的那些另一期啊 我也买过索尼的那个薄的还有松下的 索尼薄的买不起买了一松下的薄的 然后呢 那个那个那个我当时记着那个耳机啊 就是就是就是那个小商品批发市场卖的耳机 是两个钱一个索尼的假的 然后呢 对对 但淘宝上这一款呃 就当时淘宝反正也管的也不严 就真的假的也不知道啊 然后淘宝上这一款耳机呢能卖到30 然后呢 也是假的 我不知道真的是假的 反正是能卖到30 然后我突然就认为如果我买两块钱的耳机 在淘宝上30块钱卖 是不是一个就是能赚钱的一个方法 我就反正注册了一个 拿我当时我拿我爸身份证就注册了一个淘宝账号 然后呢 这些都是能讲的吗 可以讲可以讲 我就去淘宝去开店 然后呢 我就把两块钱的耳机 然后呢在淘宝上去卖 然后呢 呃 当时淘宝的可能商家也不多 然后同时呢 确实有一帮人 在这里面买东西 然后我当时初二的时候 呃 呃 第一个月吧 当时我父母的一个月工资是 我我我我爸好像是挣个800块钱 然后我妈好像是挣个600块钱 那个样子 两人加起来1000多块钱 然后我第一个月就搞了将近6000多 然后 然后当时我是初初初二嘛 办卖知道吗 知道 就是整个这个 因为他们因为我我得需要我上课上学嘛 我得需要他们有时候去帮我发物流啊 帮我去银行发包裹 他们得得去银行发嘛 然后帮我我得去那边提货 这些事情 那个时候是初中 初二 然后呢就就这么倒卖倒卖这个耳机嘛 然后当时我就突然间觉得其实这个可能是一个呃 就是不被很多人知道的一个致富之路啊 然后呢 但是呢 呃 我觉得当时的更多的观点呢 是呃 他其实只是一个小生意快速的转 然后呢也没有想太多 就现在跟现在想的完全什么 这个生意能不能做成复利啊 有没有复够啊 什么都没想 但是你那个时候有一个行动力特别强 就是行动力快 对 就是行动力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嗯 就是我觉得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核心不是在说培养是渴望赚钱 你也可以说是天生的 但是很多人渴望赚钱 有没有这个行动力 啊 就是特别想玩游戏 然后呢 家里又不给钱 然后呢就觉得 你进第一批货的那个钱是哪来的啊 第一批货的那很便宜吧 那就是十几块钱二里吧 你发现就跑通了 然后那钱 但当时其实整个钱的流程和货的流程都非常慢 对对对对 对然后淘宝当时还会压你一段时间 然后然后担保交易 对方受到货 其实非常慢 我在说说再展开一点点 然后就是这个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很多人看到了这个机会 他没有做 就是你刚刚说的抓住机会这个能力很重要 可是他没有做 因为你还你说的很简单 但是首先你要去把这个网上的流程搞通 这是一个很未知的东西 你只是看到了这个差价 你就说哦 那我可以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我可以把这个东西跑通 然后你还去给你爸要的身份证 然后去开这个电 对对对对 过程中是在很多人脑子里边 他就已经这步不行 这步不行这步不行了 看来都不是问题 这个所有模式就是天生的 你要问我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一个点在幼年时间可能会比较有用 就我喜欢拆东西装东西 就是家里面的一些什么电器 收音机 我都给拆进来 然后再装 对 因为我需要去就是好玩嘛 就是包括我自己 现在我可能也会陪着我儿子去拆装那种大型的乐高 你知道Elon Musk和那个Steve Jobs 他们都说过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拆东西的 这个东西对他们的就是体会来的 是你在课上说的吗 还是我在别的地方 我没在课上讲过 对他们就是说有一个 这才是第一次讲出来 对他们就是有一个机器是可以去模仿那个拨 长途电话的拨号声 然后有这个拨号 就是反正有这个信号 给了那个信号的话 那个信号就那个长途电话就不剩我们钱了 因为这是一个专用的系统 然后他们就去花了 应该是Steve Jobs在暑假花了一段时间 去做了一个这个设备 然后他们就可以随便的打长途电话了 就是那个全世界的那种长途电话 他说当时做这个东西还是有一点点难的 但是做完了以后 然后就把它整个思维给打开了 他觉得我可以几个小朋友是吧 然后花了几百块钱的东西 然后就可以控制全世界几千万几亿的设备 对吧 然后他觉得这个是非常牛逼 然后以后就觉得什么事都挺不错 对对对对 有点意思 反正就是对各种事情都充满好奇 可能是我早期的一种心态 好奇 只要你不懂就特别想快速的试一试 然后呢包括就后面到时候也会讲 有很多东西其实我是完全都不懂的 然后怎么样快速的试 然后找到一些方法 这个特别是个互联网 对然后包括就是这里面插一题的话 比如说我在最早的时候就会玩各种各种游戏 那其实我们知道其实游戏有很多游戏 其实很复杂的 包括我们看到的网游啊 包括端游啊 都是很复杂的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这种学习方法 都是来自于玩游戏 怎么理解呢 就是比如我们今天看一款游戏 因为为什么我说玩各种游戏 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就买游戏盘呢 这游戏盘呀 这个没有任何的可能游戏的说明 而且你早期有很多游戏都没有被汉化的 对你可能就得需要快速学习理解它嘛 首先第一点呢 我认为就是玩好一款游戏 第一点是你得学会查攻略 就是游民兴空是吧 这到暴行开始 对你得你得你得学会 然后我还订很多杂志 你得看各种各样攻略是吧 怎么玩各种技能怎么出 然后哪个关怎么打 这是查攻略的能力 所以我至今还是就是 我其实是一个谷歌和百度的重度用户使用者 就是大量的时间 其实都是会用搜索去理解这个世界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你得找高手 就是我认为这个点呢 就是至今我也都在用 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做的 对我们做的任何的事情 其实很多东西你会发现 其实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理解的时候 你先想办法通过你的人脉 认识一些这个行业里面经验的人 你去找他就好了 对吧 完全就是这么干的 我来了我对游戏都一笑不通嘛 比如正常我跑过来找他 是吧 然后很多游戏的东西我也去找了 就是爱意志这边做 也没法研究完这些 明白明白 对 很有帮助 那一顿饭可能你自己要几年才能探索 对 对 然后在游戏里找高手 就是你显然能看到谁装备好 谁等级高 你就给他当小弟 是吧 每天跟他聊天是吧 陪着他打架去 对吧 自然而然就知道很多那种窍门啊 外挂他用的什么呀 这很多套路就都知道了 然后第三点其实来永远离不开自己 就是多打怪 多训练 就是这关副本打不了一遍不行 就打两遍 这个关卡就不断的打 所以我觉得这个三个方法 其实听起来特别简单 但如果我们把这个三个方法抽离出来 应用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 你会发现其实你会发现你去 你去用你的好奇心 再加上这三个方法 你去可以快速的掌握大量的信息和知识 我同样也用这个三个方法 就是像什么滑雪啊潜水啊 各种各样的这种运动啊 其实也都是这种东西去找到 如果发现就是靠大脑带 对你会发现就快很多嘛 如果是自己也有可能受伤 也有可能这个 对找人问嘛 就永远会避免很多坑 然后我们把时间线 就再回到那个初中二年级 然后呢因为当时其实 对就是就是确实 就当时突然间有一笔钱嘛 就是最早其实说可能自己 就我当然特别渴望是放学的时候 能买一个小麦铺的汉堡包 加一瓶可乐 对啊 因为汉堡包我记得当时是一块五 然后可乐当时好像是一块 那个一瓶啊 就一厅那种 就加点两块五 我觉得这个钱 其实对我来讲 就零花钱 我父母一天只够一块钱 当时就是就需要三天才能买 然后当时有钱了以后 然后就是能能够放学 就是跟所有人都说 说你们就去那个小麦铺 排好队 然后呢我全我请全班人吃饭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 还有一个比较淘气的一个人 就之前在我没有钱之前 其实是是是很多人会会欺负 对会欺负我 然后然后后来有钱了以后 然后我发现有请他们吃饭 他们对我特别好 然后呢 然后呢我就我就 就等于是在班级和集体的 这个感受就变得突然不一样了 然后但是呢就是 那我们回到就是说 那个那个那个 电商这块事情 因为呢就这里面 刚才有一个隐患点 就是两块钱是假的耳机 对 然后但其实用户30块钱买的 他的心理认知 一定不是说30块钱买个假耳机 对 他肯定30块钱买个真的耳机 那也就是说 其实我的这个店铺的 像是像那个用户的评价呀 售后呀都非常差 然后呢 我呢认为他只是一个只是一个生意 那今天其实我们当时定义生意 其实可能更多的理解为 就是一个一买一卖 可能一锤子买卖 没有认为他有复购呀 有有有有有也介绍呀 有口碑呀这种这种 就根本理解不到 所以呢我的服务和售后也跟不上 然后慢慢呢 我我我的店铺的经常被别人查评啊 也好啊等等的 那有很多款也结不了呀 然后我的店铺就被淘宝给封了 嗯啊 那淘宝那个时候反假货做的已经不错了 就是 就是做反假货的啊 对像你只有上家 我已经积攒了 我已经积攒了小半年的时间才被返 其实他相对来讲是比较慢的啊 对 然后后来我已经扩展了很多品类 不光是卖耳机啊 也卖也卖CD机也卖那个那个随身听 然后也会卖一些那个就是电子的一些一些当时当时用的录像机录像带这种电子成品 反正都是小商品批压市啊批的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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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货 然后呢在网上卖 然后呢那那接下来就慢慢的其实到了呃 初三之前其实这个事情就就就就结束了 但是我觉得当时给我最大的这个奇迹点就是 钱真好啊 就是钱确实能能能能够最起码能让我摆脱我父母对我的这个这个干涉和压力 然后呢 但是呢他也给我后面带来了很多很多不好的一些影响 一会再给大家讲走捷径啊 然后呢他会让我去认为你可以理解为走捷径 但但我我去我一直认为我我的这个人是一个找捷径的 呃呃不是这样是我觉得我这个人至今是一个对人的关注 要大于对事情的关注 就比如说我我我去赚到了钱 我更多的想法呢并不是说我拿这笔钱去做一件更大的事啊 人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我的梦想并不是说 呃就我早期梦想并不是什么改变世界啊 或者说呃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像像乔布斯这些人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 而我的梦想呢其实是说啊 我希望呃我拿到了这个钱跟一帮哥们喝酒 然后呢拿到这笔钱 然后让很多的同学啊从不喜欢我到到到到没办法喜欢我对吧 然后呢我希望拿到这笔钱以后能够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啊 这可能也也可能也是很多北京孩子的这种天性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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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跟人打交道 嗯 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那那整个时间节点其实就就就从初三 然后呢就慢慢到了高高高高一 然后呢因为那个那个初三到高一的这段时间呢 其实因为初三有中考嘛 所以呢就是父母呢就阻绝了所有的这些这些这些娱乐的东西 其实就是让我去去去去学习啊 当然费了很多劲 然后呢最终还是考了一个高中 嗯 然后到了高中了以后呢就突然感觉啊就是不一样啊 就是可能有周围有很多的这个同学呢 然后呢来自就是因为高中就会比初中相对来讲地域更更大了嘛 有有很多来自于啊北京周围的一些一些一些地方的人 就都汇总到我们那个高中 然后呢当时呢虽然我家里高中特别近 但我特别不希望我父母管我 嗯然后我就申请住宿嗯 然后呢我这一住宿就耽搁了 现在看起来是耽搁的原因是什么 那就是不学习了真的不学习了 住宿就不学习了 就每天就是想办法就是跟这帮人玩 然后呢跟同学玩 然后呢也认识了很多校外的一些不良的这些少年 北京那个时候还有很多校外不良少年吗 哎呀很多我觉得哪个城市都有啊 但是这些不良的怎么定义为不良 就是没那么不良也不会什么吸毒呀 不会什么干点这些什么抢劫呀这些事 但是新派出所进吧 但是派出所没进过 但是这个不良其实你可以抽烟呀 啊喝酒呀是吧 然后动不动夜不归宿呀是吧 去去去什么酒吧呀 玩玩玩玩一晚上 不良少年还是只是不良少年而已 对反正就是呃我现在定义这些人 可能就更多像酒楼朋友吧 然后呢然后呢那那接下来你看你跟这些人在一起 其实还是要就是就是要钱吗 对吧然后呢那还是那个状态 家里面其实不不给不给钱的 但是其实呃我自己就是呃就是叫做学习不出色不努力 也就是说正就是正规的同学其实并不喜欢我吧 然后呢以前呢那学校封闭 那那其实还好 那后来呢就学校更更加开放了 我又认识了很多那校外的这些人 那那慢慢的其实就让我觉得那学习就就就就没意思 不重要 然后呢那校外的需要钱 那这可能就当时又是一个动机 然后一方也需要钱 那钱干嘛是呢 其实就跟这些人 对每天吃吃喝喝呀这些事情 然后当时呢就发展到了那个高一的这个暑假了 然后到高一的暑假的时候呢就是呃就又回到了游戏 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我记着大家就都开始玩像传奇呀 啊然后那个时候06年06年是魔兽 就就就就我今天印象最深刻就是魔兽 我记得还是3月29啊4月28号来的公厕好像是4月28号 是吧 我也忘了 反正是06年我记得是啊公厕 应该是45级吗 对对对 然后呢呃就是开始那会大多人都开始玩网游了 嗯玩网游了以后呢 然后呢我呢就就是你作为一个游戏呃玩家角度来讲 其实你是消费者嘛对吧 然后呢我最早呢就是在玩游戏的过程之中 不断的在游戏里面做商人啊 啊倒卖 就是传奇里面嘛卖东西嘛 然后呢还去过外地啊收东东收东西 对线下收东西 那些找一个老板带着这个老板 然后呢我联系一个人 因为我收拾没钱嘛 我就等于陪同过去 然后他们俩交易完了以后 然后把我那份啊信息费 可以了 加车马费 我当时在那个魔兽里面 我其实一开始也不会玩 我是玩美福的啊 然后就神木 因为我当时几个朋友带着我玩 你说你就给我们加鞋就行了 然后自己去拿魔杖甩怪嘛 啊啊啊 后来我就去拍卖行 然后呢是二十几的神木啊 收了一堆那个联盟的神木啊 收了一堆美味蜂蛇的这个 美味蜂蛇的那个recipe啊 那个菜谱啊我知道 就是去那个加基森去那个去收的啊 差价是最大的 差价是最大的 对 美味蜂蛇可以变身嘛 对对对 然后那个那个 就反正当时在传奇 反正就各种这种收获嘛 但你会发现其实苦了一会儿嘛 装不着钱嘛 然后呢装不着钱以后呢 后来干嘛呢 就是去啊 我就想说当时会有一个新的东西 也是第一捕捉到了 就是他游戏分官府和私府 对啊 所以呢就是那私府 能不能能不能 就是私府其实就是游戏的GM嘛 然后呢我又听到一些故事 就私夫是很赚钱的 然后呢 然后呢一开私府 有的什么什么碰着一两个老板 直接这一天能挣好几万是吧 然后呢我就想去开私府 但私府就是一开始的换皮 对就是他反正呃 肯定是游戏公司内部 把那个后端的一些东西破出来了嘛 然后前端的一些东西 其实是客户端的一些东西嘛 然后解决借口的问题 就可以自己加设嘛 但其实私府他也很多的时候 就有出现各种各种问题嘛 所以得改来改去嘛 所以呢 但但这件事情 其实当然对我 其实来讲是一无所知 因为我我我我我根本不懂后台的一些技术 我也不懂服务器的一些运维的技术 我也不懂那个那个游戏的前端的一些 比如你你做私府 你得有个发布器 你得有个网站 对吧 那大量技术都没有嘛 那就继续发挥学习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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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说的三板斧嘛 是吧 查攻略 各种各样的查 怎么做私府 是吧 基本上 该查的都查了 啊 然后找大佬 那那其实查攻略来讲的话 就能保证我能够基本的去理解啊 有一个大佬去带着我去去去把这个 对吧 把私府给搭起来了 然后呢 然后呢 接下来自己就不断的去试 不断试试完了以后呢 我会发现 我就我记得最早期的时候 我们做的我做的第一款私府 就是呃 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全去一顿琢磨 琢磨完了以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呢那就得有人来玩嘛 对吧 你没有人来玩 你肯定 自己家电脑 啊就可以了 对自己家电脑 对就自己家带电脑 就自己自己在电脑里当服务器也做 然后呢 我我其实当时对于那个网络的带宽 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说的ADSL的网和 普通机房的网就是不知道 你相识ADSL 对ADS 当时已经生意到ADSL 56K毛已经到ADSL 对还是没放错 512K 512K ADSL 然后呢 我就把那个我的信息发布到了一些那种 那种游戏论坛啊 网站 然后就有些玩家来 来 但是我发现呢 当时说这个玩家超过5个人就进不来了 卡住了 你知道就进不来了 ADSL就这样嘛 然后呢 你后来就需要去说 那你这件事情就 就得 就可能你要想真正挣钱 你得租服务器 你得跟机房脱管 对吧 然后后来呢 我跟我的一个同学一起说说这么一件事情 然后呢 我说你们要不然每个人偷点资 租一台服务器 托管一个月大概1000块钱 然后呢 这里面就包括别人的服务器 再加上别人的贷款 就一个配置一般的 是1000块钱 然后 之前贷的钱都花掉了 之前贷的钱基本都 基本都 因为时间也很长很长时间 找同学 然后呢同学呢 凑来了好像五六百 然后呢又自己也有一些 简单的压退钱 然后呢就把这个服务器给租好了 租好了完了以后呢 接下来呢 那那就后来又又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游戏服务器做完了以后 得上广告 就你没有广告 你玩家你是进不来的 然后他这个生态里面会有一个网站 就是游戏的发布站 上面全都是广告 然后这每一条广告是200块钱一天 就是你给客服200块钱 他给你在这挂挂挂一天 然后呢那些玩游戏私服的玩家 都会在这个网站里面去去找到你 他这网站是比较有名的 然后呢我呢又得想吧 我去上广告 然后当时又反正费了费了点劲 凑了200块钱给他打过去 然后上了一个广告 然后呢当当时我还记着 就是晚上7点钟开服 然后呢开服那天呢 就是我头一宿没睡好觉 就就就就希望就是就就紧张 因为因为第一次是自己的游戏吧 自己的服务器 哎渴望人人来嘛 然后呢广告呢是晚上12点钟登上 登上以后呢我一宿没睡觉 我就在那盯盯着QQ 然后呢在不断的再测试一下这个服务器 然后都没有问题 然后QQ里面就是大概到 呃就是就是大概到了晚上7点钟开 我记着是大概是五六点的时候 我的QQ开有人架我 因为QQ是我的GMQ嘛 就有人架我什么 呃你的你装备多少钱呀 你的游戏版本是怎么设置的呀 变态不变态 就有很多人问问题 我就特别敬业的一个一个的回 然后有些人就是会跟我呃 现在看起来其实是为了套劲 我其实其实是为了片装美啊 然后呢片装美或者白嫖白嫖来来玩 然后当当时呢我我还挺他给了他一些 然后我他说带什么带家族来呀 我是组长呀 你能不能给我一些什么之类的啊 然后呢然后呢7点钟开始了 然后我当时就是这个联系我的人 已经有有有将近一百号人了 嗯然后7点钟开始的时候 我就给他们发消息 我说开服了开服了 大家就都来呀 然后那个这个时候我服务器 我就服务器操作也就也就也就开了 开完了以后呢呃大概这帮我就 我我自己还挂在游戏里 当时沙城挂在沙城那看着 然后一个一个人都来了 然后我还特别开心 就看着这个人我走来走去 他过了一分钟一分钟多 就突然间Q里面谈出一信息 然后有一个人跟我说 说呃新来的是吧交保护费啊 然后呢上来这些说2000啊 今晚保你平安 然后呢我呢 我已经投那么多了 然后呢那交保费 其实我之前是知道的 就这些人就是黑客 就是攻击的低道次攻击的 然后就打你打打到你那个官府 然后你就等于你前面投的钱 就等于没了嘛 然后呢我呢年轻其盛 就一顿把他骂 你知道吗 一顿把他骂 然后呢当时还特别流行的 不断的我记得Q里面 不断的谈视频 不断的谈视频 谈一样关 谈一样关 就是他他他给他骂极了 就就一顿谈我 然后呢然后呢 然后他说呢 我估计他因为他打我也需要成本吧 所以他大概过了我我骂他过程中 我还不断挑衅他 我你打我呀我怎么没事 我天天玩特别好啊 然后过了十分钟的时间 然后呢我就看着那个 我当时记着是Windows下面那个3389连接那个服务器 五分钟的时间黑屏 连不上了 当机 然后服务器断断断断断断 他说那个服务器垃圾啊什么的 就开始垃圾 然后我现在回想这个心情 其实内心还是就是会 嗯怎么讲呢 就是就有一种一一头冷水浇在 浇在头上那种感觉 因为你现在说这些细节特别清楚 对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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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了 你知道吧 因为因为没有经验对吧 然后然后渴望成功 渴望这个服务器能够有人 有大哥来来来付费 有人来赚钱 其实你当时想的是这一千块钱淘进去 你可能这个月十万块钱都能赚 对对对对 因为因为以前在上一段经历 其实就是两块钱的耳机卖三十嘛对吧 然后呢就傻了 傻了完了以后呢 呃 呃就是反正QQ一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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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我我服务器也连不上 然后我给机房打电话 我就给机房打电话 然后我说我服务器为什么连不上 然后机房机房说你等一会儿 然后呢 然后不回 然后又不断的打打打打过了一个多小时机房回电 你的服务器被攻击了 然后呢那个流量特别大 然后按照我们的机房政策呢 你需要二十二十四个小时以后才给你恢复 就等于是把我的线直接给我断掉了 嗯 那就没没戏了嘛 然后呢 那能干嘛呢 关掉QQ 关掉服务器 断绝与世界的一切联系 你自己坐那自己坐那就是想啊 其实当时很多的想法呢 其实呃 反正更多的是情绪就是 就是感觉被欺负了一样啊 就是各种麻烟 但没用啊 因为隔着远程嘛 对吧 你也没有没有办法 然后后来呢 第二天的时候呢 就是 嗯 服务器开了 然后呢 QQ里面 那些骂我的人 已经再也不骂我了 嗯 就就 然后呢 要么拉黑我 要么跟他说话 就就就就就就不来了 然后呢 我就觉得这个事呢 就是就是核心呢 是我的服务器 没有办法防住 嗯 这个攻击 也就是说你很被动嘛 然后呢 我就我就 当时我的方法呢 是利用啊 就是我在那个有在学习师傅的这个做做的过程之中认识的一些牛人啊大咖啊我就去问谁那有没有高防服务器 然后呢谁能够防因为呃 当时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本来就是游戏玩家 所以我自己把我的版本雕琢的其实还是不错的就是这个版本其实是有竞争力的 是有差异竞争力的 因为我觉得好玩 然后确实有很多玩家觉得觉得还不错 然后呢我就跟人说我我愿意把我的版本给给你 然后呢你能给我出一个高防服务器 然后咱们俩赚的钱可以分嘛 对吧 然后呢用这个就开始各种各种找人 然后呢 没想到很快速的就找到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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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里面 就是就是有很多防御经验的一个一个一个大咖 然后他说分我30%啊 他拿70% 然后呢实践我是觉得不公平的 因为我还付了这么长时间的那个什么呢 然后呢付了这么长时间辛苦嘛 对吧 就是我改版本啊 这些辛苦 但是呢也没办法 因为自己防不住嘛 对吧 而且服务器本身就是最大成本 对 本来就是我最大成本嘛 然后我说那行吧 那就做吧 然后呢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那广告费怎么办 对吧 那广告费一天还200块呢 他说广告费得你出 啊 我就管服务器啊 然后呢我想了想我说那试一试吧 然后后来我就就就就就我这人还有一种那种什么感觉就是我栽了一根头 我再下一个呢就要比上一个跟头要要更呃 叫或者说就不会变得更保守而是变得更加的胆子更大 嗯 因为我知道我上一个栽的跟头是什么原因 所以呢 我当把这个原因我也我解决了以后我就应该投入更多啊 我所以当时我最早的是200块钱 我投了一个网站的广告 然后我接下来呢 我把我的那1000块钱的服务器 因为我自己的服务器没有没有用了嘛 我600块钱就给转出去了 我拿600块钱我就投了三个站的广告 反正我除了我就服务器用他的 我就把那600块钱全投的广告 然后呢当时呢就是就是约定了大概大概三天以后 三天以后又继续开开区 开区角度来讲呢就是呃那话不多说 其实实际上整个结果并不好 因为再开区一样被打死 就是就是那个所谓给我服务器的人是个骗子啊 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我觉得在当时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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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互联网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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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下 我觉得攻击的成本是远远低于防御的成本的 也就造成了其实攻击的人非常的猖獗 非常之猖獗 然后呢我觉得我觉得我们我们做游戏肯定也是花了很多的钱去解决的 低道似的问题 是的我们那个就安全部 那个安全的问题很厉害 对吧对吧也是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当时一个个人是根本解决不了的 所以呢那好又又继续打水票了 那打水票了那继续又心理的这个状态继续低落啊继续低落啊 我就我就发现我好像自己就是就是就是面对这个私服这件事情上 就是亏了钱了嘛 没并没有赚到钱嘛 但是我觉得面对这个这件事情我还是有启发的就是 呃因为我做事情的目的就是要赚钱这个出发点 但是呢我突然间觉得最赚钱的并不是开私服 因为开私服呢你还得你还得做那个什么那个那个什么赚钱 然后呢做黑客聊路我也想过 但是做黑客聊路研究了一样 其实他也得有服务器 要不你得找一堆买堆肉鸡你知道吧 你去打也挺麻烦 我突然间觉得呢这个做游戏网站 广告网站 这个好像很赚钱 一个网站是一条广告就200块 然后每天那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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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前的观众挺好的 那么多 对就就你会发现那些赚钱 而且你还不用改游戏 你还不用面对那么多乱七八八东西 我回来就是做广告的 对 我总结我们那个镇长中台就是大家来玩啊这个事 对然后我说这个网站他他怎么不会被打死对吧 然后呢后来我又了解到 我说我就发现网站的防御成本比游戏的防御成本低很多 对低太多了对 然后呢然后呢我就开始呢就就就就就就说了那这件事情 我这个思路真的是就是因为我我觉得我试图带入你那个场景了 我觉得如果我第二次被打了以后 我真的当然觉得就是很绝望 对 我还有一种办法 我我我我我 因为我当时的思路肯定是把这个东西做更安全 但是你能跳出来是看这个工期成本和防御成本 因为我发现我做不做不了最安全太贵了 就是就是这个成本实在太高了 那你这个时候怎么会去想一个另外的思路呢 然后就因为我想赚钱嘛 我就把这个链这个产业链是怎么赚钱的哪个环节都 这也是个韧性 然后我看哪个环节是投入成本低 现在这就ROI更高的环节是哪个吗 你花了隔壮时间走出一些负面情绪的 呃很快 其实我我当当时我觉得就是几个晚上睡几个觉的事 然后你当你解决负面情绪最好的办法是 你找到新的这个就所谓的这个路径 你突然间觉得那现在事不重要 对然后呢然后呢 然后呢同时当时反正也不怎么好好上学 然后所以就大量的时间其实是花在这些事情 然后呢周围的那些人呢 就是酒肉朋友呢 好像也没什么用 就是就是突然间感觉自己沉浸到另外一个一个 一个自己的一个世界 然后那个世界有另外一个圈子 然后那个圈子人呢其实还挺好 因为每天其实都在钻研这些东西 说一个提外话就是那你觉得你的 你说你的钻研目的是围绕着人对吧 可是你的人你又其实不是说一个那么重勤奋的人 对那那那这会不会有一个冲突呢 啊不是 我我我我觉得我至今我我 我是比较重情情分的一个人 只是说就是啊 我生活中的那些我线下原原来生活中的那些 吃吃喝喝的朋友啊 他们帮不上我做这件事情 然后呢我发现呢 就是这个圈子里面的人 比如做游戏啊 做私服这个圈子里 每天打打电话 每天讨论呢 在QQ群里讨论 也挺有意思 所以呢我就觉得哎 我的这个就是情感的这种归属啊 从一个世界 一个维度迁展到另外一个维度 但但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的陪伴 其实都来自于这些 都是来自于这些朋友和这些人 对 然后 但我觉得人是其实不断切换 就跟我们有同事 我们也有生活的朋友 我们也可能有兴趣爱好的朋友 对我至于问这个就是 我觉得我自己做事情 还是以事情为主 然后我个人在这个生活社交中 很爱交朋友 但是我发现很难沉淀那种 纯粹的吃吃喝喝的朋友 就是我交的朋友一般交的好的 就是聊得来 就是谈事儿了 不是谈事儿 我就我不喜欢在工作外 工作以外聊稿钱的事情 我之前没有准备大的欲望 但是就是聊得来 三观和 差不多 但是就 我同时也会羡慕那些吃吃喝喝 那些关系 我觉得是一种 我觉得一种际遇的变化 就是人生的早期 其实你可能希望的是那种相对陪伴性的人 尤其是像我的早期 其实相对来讲 会和主流的这些同学不在一起 你可能得需要一帮人来陪伴你 然后慢慢的 其实在你的自己研究自己 或者要赚钱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也有一帮人 包括我今天 我有一个 我有当时有一个徒弟 现在这个徒弟还挺厉害的 当时其实是在史家庄 也是比我小 当时我上高中的时候 他上了小学六年级 然后我们两个每天晚上 他是男的 然后我们俩每天晚上打电话 幸好是男的 就打电话 一打可能打两三个小时 然后打电话的 聊的其实都是各种各样的 怎么遇到了哪些问题 怎么解决的 然后他可能发给我一篇文章 然后我在读 然后我可能找一些 就特别像 对我发现了 就是年龄不是一个人 思维高度的 对特别像我们 有时候工作上的那种攻坚 解决问题 就是大家都在想突破 这样的朋友 其实在那个圈子里面 沉浸的还是比较多 其实但我理解 其实那个阶段就是能陪伴 那种陪伴 那种成长 但我们两个人做的事情 和我们两个人东西 并不合作 就并不是说他在帮我做事情 我在帮他做事情 可能都是一个思维方式吧 对对对 就互相互相 等于互相都在找高手 互相都在找高手 我们回到这个游戏发布站 然后又把这件事情呢 就觉得 哎这个可能是一条新的路 然后马上把手东西放下 然后就开始自己琢磨 那个怎么怎么做网站 那做网站来讲 今天我现在拆解出来来讲的话 现在回到来到增长 对就可能就很多东西 跟增长有关的 但是呢你得先解决 我觉得得先核心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你得网站吧 你得当时没有那么多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各种APP 各种SaaS的工具 帮你去做这件事情 网页三件课 自己学 对HTML自己学 自己学了HTML CSS 然后呢简单的ASP 后台那些东西 我还学了MySQL加PHP 因为那有点后面的搭个后台 得让那些人传广告用 然后呢最早期就HTML 直接HTML 直接简单静态的HTML直接改 改完了以后 就是做一个简单静态页面挂上去 然后每天手动更新 用那个叫Dreamware 自己直接手动更新改 我前几天直播还看了一个文章 说一个总监 然后大概去了一个公司 写了大概20号Code 就是每天想刷新一下 对对对 然后然后还有呢 第二件事呢就是那个 因为我做的是游戏发布的网站 然后呢我就需要去解决第二个问题 我为什么一个游戏发布的网站 能够卖出广告 核心是这个网站在百度搜索 关键的关键词 它能排在首页 对它是一个SEO的时代 那个绝对是一个SEO全民 我觉得最开始还不是SEO 这个时间节点就已经到了2007年的时候 2007年的时候 然后呢07年的年底的时候 其实SEO相对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东西 特别新的 但是一到2011几年的时候 就比我我我 2013吧 就特别多了 而且那个时候正好是大改的时候 就是他们出很多规则去限制这个事情 那07年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方法的 然后呢 当时幸亏是我认识了一个特别懂SEO的一个人 他也是自己琢磨出来的 但他把他的真理告诉过我了 为什么 他说你就干了就干两件事就准成 第一件事就是你不断去补充内容 那那那那我一个 我我又不是编辑出身 我怎么补充呢 他又告诉了什么龙头诸杜凤尾的方法 就是东拼西凑 然后呢自己写一篇头 头因为搜导引擎会读头 头让搜导引擎认为这是原创的 然后中间在怼出来一堆东西诸杜 就是烂七八糟东西都都都都怼在一起 然后底还有一凤尾 这个结尾呢也尽可能的要点击之笔 所以只写头和尾 然后中间直接穿插 然后呢这个东西呢被我就是每天 我把这个方法都当时都 我就是我SEO的后期都开始招人做这件事了 就让就教会了他们方法怎么怎么说白叫委员创 怎么东拼西凑文章 然后呢 现在网上有很多这种文章 对然后低地址了是吧 就低址了 然后当时就开始了 然后搜索引擎很认这种东西 因为那有关键词有标题嘛 人也很认刷搜索引擎 对然后这是第一个他搞好方法 第二个方法呢叫换链接去 换链接就是搜索引擎 就是搜索引擎特别注重就是你的网站的权重 对就是不是就是得有一个网站 如果你是一个好的网站 那一定有比你更好的网站链接你 所以以前的网站底下都有一个友情链接嘛 所以就怎么跟人换链接啊 然后呢就是每天呢 其实当时呢我们的工作呢 其实分两个 哎第一种是免费的链接 就是免费的链接 就是给把我们的内容写好了以后 给什么天涯呀 给什么猫铺呀 各种各样的这种开发型的论坛去发 但那权重比较低 因为因为因为免费的 但是呢 我们就要在那个论坛里面有拖 就是去水军去点 当然这个拖其实全是我自己来干的 包括我给别人回铁的 下面都会加一个链接 然后呢就你真棒你真好啊 然后呢然后后面加一个链接 其实都有很多常委的链接 然后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我需要去用真感情去跟人换 就是可能游戏类的网站跟人换 然后呢还有一些是拖就是拖朋友帮忙给介绍换 形成一个友情链接的一个联盟 但是后期又发生了一个变化 后期很多都是采买链接了 嗯 然后当时我其实就这两个方法 其实就简单的 这两个方法吧 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人 为什么把这个这么厉害的真体告诉你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 就是这个人最早和我就是做发布站 都是从游戏就是做私服的时候出身的 就看我们俩可能想法是想想 他也是被攻击了被打了 然后呢发现这个招很挣钱 这沈阳的一大哥 然后呢 然后我们俩人就是一直就是他他告诉我的时候 其实我们两个人已经认识了有将近半年的时间了 就是我刚才有提到我们不是跟很多人打电话宝吗 就是这个关键的信息 书里出来给我 然后呢 当时呢他自己做的网站呢是传奇思福第五名 啊 当时就是一直在第五名 然后呢 他当时的每天 因为第五名的广告费呢是100块钱一条 然后他每天呢 基本上能收贷30多条广告 所以一天能挣3000多块钱 然后你可以理解为基本上是纯利 然后呢 然后还而且还有一点呢 是网站的防御怎么解决 因为网站防御比游戏的防御要简单 就是当时那个国内有一个 我现在记得叫什么广东镇江 叫什么群英高房机房 然后呢 群英高房里面最贵的服务器是5000 一个月就是防御率最高的 游戏是防不住的 但是网站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就是网站的防御 其实是可以用叫做我们能够cover的成本 去解决的 所以他是有解决方案的 就这个人把怎么防御啊怎么解决方案 就全都全门拖出来给告诉给你 然后呢剩下的事情就是我去做排名 然后我就沿着他的方法去做 然后呢 然后呢发现呢就是呃 一个半月的时间吧 然后呢 因为我当时有一样两个人习惯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去看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呃百度我记得五点多更新 每天早上起来五点多更新 就不断的刷一到五点 我天天就变成五点钟起床 然后就看我的排名有没有变化 然后没有变化 就继续睡啊 然后有一天早上起来突然间看我的 啪首页 直接出现在首页 但是我其实第第首页一共有十个 我当时出现在第八 然后再刷两下没了 然后呢 我也不知道是问题 然后什么原因啊 就是出了两下 我也不知道 然后又给那人 就给我那老师接了个图 然后呢我就睡觉了 然后呢 起来的时候呢 他说不对呀 你你现在已经在第八了呀 然后呢我又一看啪 直接第八了 然后呢 到了第八了以后呢 他说 然后那老师呢 给了我很多很多 就是这种叫的宝贵的建议 就是他说你现在不要在网站里留QQ 如果你留QQ就有黑客马上找你 他说你现在能做的就是不留QQ 然后呢 因为换了服务器的IP 会影响到百度快照 百度快照影响完了以后 对排名会有影响 他说你你现在就不留QQ 就不用管他啊 然后呢 黑客其实是为了炸钱 黑客是炸钱 他打一个东西没有意义的 他没有价值嘛 然后你就继续做你的 然后就继续做 做了大概一周多 然后就从第八 然后他快速就到第三 他会他会他会 他会有一段时间的检测你 到底是不是OK的 然后因为我的网站是自己写的 他们有很多网站 其实是买的那个东西的 我没钱买 所以就自己写静在一面 所以我的网站跟别人都不一样 对 我的网站都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呢就是可能打红的 然后看起来就比较喜情 然后长的也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那广告的那个条编的是 可能这么长 然后呢我的是这么长 就是让人看的更清楚 然后呢 然后呢我的这个网站呢就是 可能穿的速度就比较快 然后接下来那个大哥就说 说就是你该上高方服务器了 然后呢但我根本没有钱去上 然后我就说能不能合作 你看咱们俩就是你也在 你每天也这么挣钱 他说可以合作 然后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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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是我他当时提的建议是广告的20%给到他整个服务 防御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远远大于服务器的成本的 但是我当时也没有 我当时也没有那么多 我那也没有那么多想 对吧 他因为他自己 他自己是知道 因为我其实上面100一条乘你多少条那些信息 我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是蒙在鼓里的 对 我一听20% 然后在对比之前 37开 我拿30那对吧 拿70 28开嘛 挺好的 你像一个VC还能给你占的资源是吧 对 然后他帮我把服务器弄好了 然后我就把我网站 我就踏实做我的网站 然后就说慢慢做 从第三 然后又快速到了第一 你先进 我去拿点水去 怎么啦 麦克风